另外和環境一直有很大的关联 这次台电公司分离枯出 为了要选择这点 特别基板费物利用DIY刮当 利用老骨电条的材料 回收利用来作回盆 让民众在提供出品刮当的东西 顺便来选择这点和形态保佑的重要 希望建议大家有用选择电 减助浪费的力量 早期台电的电条因为 牵涉到很多重要的食品 所以用料都很有水准 他这次台电公司就依顺环在利用的概念 利用这些金杜台的木材 邀请民众来作回盆DIY 选择另外英雄的概念 很好啊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真的很多的可以再利用 然后也觉得说台电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愿意做这种事情 是让我们可以推广 很好啊 本来是很好的会有利用啊 对吗 那时候也是会有利用啊 不然这放在这里 因为这里大家都没在买差 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 另外和环境一直存在很大的关联 他这次台电公司 邀请民众进来抽作工业品 除了社会当中这些木材再利用 最主要也是希望 为民众结力 主缓悠伤 另外英雄的关联 事实上这些废弃的木材 里面的 外面把它跑除掉的话 里面都还是非常好的材质 可以再继续利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 资源的回收 再利用循环经济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永续 这个刚好跟我们现在 整个普世的价值 就是说SDGs 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相吻合的 但是怎么去做 怎么来爱惜 这能够变成是一种日常 大家生活中日常都可以看得到 除了做肥肥的利用 創作新隔壳以外 台电也要让民众 现在暗天一年比一年更暗 民众更加要注意另外的使用 请求冷气温度的控制 才会的窃冷的电器顶 都是真好减少隆区的作法 比如说像冷气 我们就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能够开在26到28度 这个时候对身体的舒适度很好 然后又不会浪费太多能源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电热水器 在夏天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拔掉 用快祝福来取代 类似这些都是小小的改变 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舒适度 另外有限 减少隆区的概念 一定要两者来建立 自民一个人做起 这是大家的另外影响 循环再利用最好的办法 给大家订阅这段时间